MuAbu 執行長 Hello大家好 我是MuAbu執行長 Steve 那今天很榮幸邀請到我心目中的女神 Sincia 各位可能不認識她 Sincia是目前正在做抗癌的一位 對我來講是非常堅強的鬥士 那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她來 我們要不要請Sincia跟鏡頭前的朋友 達成招呼 Hello大家好 大家應該看不出來我是病人吧 今天想邀请欣西亚来跟我们分享 在这三年多的化疗过程中 有没有哪一些比如说副作用啊 可以跟各位病友来做分享 好啊 我先拿照片给指寄长看 我一开始接受化疗的时候啊 我打了12次的化疗 通常就是要就是用肋固醇 那肋固醇的话就是造成月亮脸跟水牛肩 你看一比较就觉得差异不大 哇这真的是差很多 那除了月亮脸之外 在做化疗这过程 还会有哪一些的副作用呢 后来化疗出现抗药性的时候 我就改成吃标把药物 那标把药物的副作用的话 其实也真的很不好受 那像这一张就是 哇那看起来就很痒耶 对就是全身起疹子这样 可是其实最难受的副作用 其实是肠胃的脚痛 就是吃完午餐之后呢 我大概就是 我大概就是冲进厕所 然后就是同事就看到我在那边吐这样子 各位可能不知道 因为在某法部部其实有很多病友 他来购买假发 那他其实连爬楼梯的力气都没有 那所以我真的是非常佩服又心疼这个 新西亚 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过程真的是很难想象 可是其实很多人会说我勇敢 可是我觉得我不算是个勇敢的人 我就是很单纯的想要活下去这样子而已 面临这个化疗的过程的副作用 还有用哪些产品来修制自己的外在形象 我就是去年中的时候发现说脑部有移转 对然后当时就是必须要做全脑放疗 那做完全脑放疗之后就是头发全部掉光 对就是像这个样子 其实很多女生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没有头发的样子 所以当时我就是选择用就是假发 现在这一顶假发 对然后还有头巾来做交换这样 其实头发掉光我也有一点感同身受 为什么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样 我这个也是假发 所以我能够了解 不会掉成这样 不会掉成这样 我这掉的还有规则性 副作用是如何去克服的 其实我觉得还有的心态很重要 像我的话就是会转移住力 对因为我只要想到说 如果我一旦就是停止治疗的话 我可能肺又开始积水 那肺积水的时候呢 我就会开始不断的咳嗽 然后甚至你可以想象 就是晚上根本没办法平常睡觉 那其实我治疗的话 虽然说会有副作用 可是至少几个小时的辛苦 比起全天24小时的不舒服 我觉得还是相对的划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的几个小时的不中心 昨天还是逼着 在山康那边 在山康里面 从空大的力量 点来